市场对后市发展营存有戒心,令部分小营发展商和投资者得以在淡市下成功特为抢购市区地皮。 上周五,24日,竞收27份标书的旺角市油街及上海街卖地表住宅地,下清市油街地皮。 最终爆冷油约100年未曾发展物业的建联发展或有关人士。 以略低于市场预期下限的4.6718亿元投得。 每方尺楼面地价,下清楼面尺价,约7710元。 前述市油街地皮占地约6733方尺。 位于市油街与上海街交界,与旺角区地标建筑物浪豪芳紧一街之隔。 可见楼面面积上限约6.06万方尺,为当中包括发展商需要负责兴建的掌者轮舍中心和掌者日监护理中心等政府设施面积。 如果只计算住宅楼面面积,上限值为5.05万方尺,虽然要兴建政府设施。 上周五地政总处仍大收27份标书。 创九龙区标书数目新纪录,成功吸引本地大型财团如长实01113和汇德峰地产以及中资介绍01638与万科海外01036等入标。 亦吸引部分教刊建入标的建筑商参与,例如有利集团00406和兴联集团等。 在群雄争夺之下,地政总署公布,前述是由街地皮游展光有限公司,下称展光,以4.6718亿元投得。 母公司为Worth Forever Limited,翻查公司注册处记录。 展光的公司董事为王宝鸾,公司秘书是王建华,两者同为建联发展要员。 资料显示,建联发展过去曾经于西贡康建路288号发展低密度住宅项目桃园,已经于2002年落成。 2003年入伙。 近年只能偶倚于物业买卖交易中走到其中影。 例如2009年以约1.164亿元扣入九龙塘又一村高维路单号屋地。 2018年全以约5.2亿元透过卖壳形式沽出。 帐面大赚约4.036亿元。 上述是由街地皮。 中标价教市场预期下限约4.73亿元。 略低约1.2%。 为楼面赤价7710元。 侧教本月初批出的同区新田海街及上海街蚊营地支楼面赤价3512元。 高约1.2倍,是由街地皮如果以纯住宅楼面上限计算。 楼面赤价值达9252元。 业界人士估计,是由街地皮连同建筑费等总投资额约8亿元。 以总楼面面积计算的每方尺楼面成本约1.32万元。 是由街地皮招标反应热烈。 但最终已略低于市场股值下限批出。 来方执行董事兼股价及咨询部主管林浩文说。 显示经济衰退和失业率上升等因素影响之下。 加上地契列明发展商需要兴建一些政府设施。 发展商出价不敢太进取。 为相信发展商对后市仍有信心。 估计建成的住宅项目以细单位为主。 主工上车客和小家庭。 廖日后落成出售实用赤价约1.7万元起。 对于小型发展商连环但出宅下市区地皮。 宏亮咨询及评估董事总经理张乔楚指出。 反映本地较大型的发展商避险心态相对较重。 而近日旺角地皮及市区重建局长沙环东京街重建项目的造价。 亦可见发展商对楼市前景的看法较审慎。 亦可见。